普通话的由来 普通话主体来源于是雍正王朝的官话 清代贵族学习和推广北京官话 在雍正年间在南方方言区推广基于北京英的官话 设立正英书馆 公元1909年 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 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 这是清代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 由于不同方言在公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碍 不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 因此存在区域文化岛的现象 这些区域文化岛保留了不同地区的先进文化 和民间智慧的精华 但是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很好地交流和互相取补 因此需要有一种共同语来消除区域文化岛 将中国广袤土地上所有的智慧联合起来